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个程式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写一个什么 请帮我判断 18岁是不是成年跟未成年 所以我想要写一个程式 但是我还没教大家写 可是我们可以第一步 请TRAGP帮忙写 写的话 我们刚才直接跳到第二个单元 所以你们待会直接到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找到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这个开头就是变数的 变数我觉得待会边讲边说好了 那其实变数不外乎 最简单的变数不外乎数字跟文字 OK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如果前后有双语号 就是文字 前后没有双语号 那就是数字 那数字的话也有分有没有小数点 OK 所以基本上最基本的这个变数 类型大概就这些 你们大概简单看一下 那我们只要还有转型 转型的话如果它转成整数的话叫INT 转成小数点的话叫Froach 转型成这个文字的话叫STR 不过转型可能对于如果不常写程式来说 就是最后假设我希望写一个输入年龄 它能够跳出说是成年跟未成年 那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 我没有懒得再打这些字 我直接把这一串直接复制好了 这个在云端白板的第二单元的第七页 这边就有一个这一串 请帮我写一个Python程式 输入年龄后 判断是否满18岁 为成年 反之为成年 我尽量精简 我不要写一大堆 我不要什么 不让假如你是一个什么Python之身 不用了 你就直接这样平补直序 那试试看 Ctrl C 直接怎么样 把它直接贴到这个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就打这一串 OK 请帮我写一个什么 或者请帮我写 不用一个 请帮我写 拍下程式就好了 不用了 或者是 甚至 看怎么讲 还好 不用再精简 输入年龄后 所以他们有个T word就输入 有个input input之后 判断的话就是if 如果满之八为成年 反之为成年 那理论上 我想应该他没那么笨 他应该会知道怎么输出 好 那接下来的话你就直接执行 不过按Enter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看有没有写出来 他其实还蛮聪明的 当然可以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拍摄程式 根据 有没有 他说判断是不是满十八 对他把刚刚的话再讲一下 好 所以哦 底下不是有 底下他这边有一个 这个就不用把它关掉 然后呢 再来很简单 这边不是有复制程式 你可以用选的 把这一串选起来 选这一串 然后复制 或者直接复制上列 直接按右键复制 或者是上列按复制程式 都可以 好 那接下来的话很简单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呢 就直接贴到我们的Spy的 这个左边这一块 Ctrl V 好 程式写完了 试试看 这很简单 这个对他来说 简直是 小菜一碟 OK 所以 你要怎么Run 很简单 就直接上方有一个Run 执行文件 那你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边 这个就控制台 会把讯息输出到右下角 如果有看到结果 那恭喜你 应该是正确的 不过他会跳这个 反正这个第一次执行会跳 那你就按执行就可以了 有没有 请输入年龄 有没有看到 那所以我随便输入一个 我输入一个 15岁好了 15岁 15岁 15岁好像成年 Enter 告诉我一下 诶 你未成年 有没有 OK 那再再执行一下 输入 20岁了 我20岁了 Enter 诶 你已成年 这样子其实 什么事都没做 结果就OK了 但是其实我们 这个将来 如果你要写一些简单程式 就不用自己写 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 有几个问题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如果假如 这个程式 每一次 也许你们产生的跟我不一样 有没有 我在之前好像我试过 他好像会什么 上面有个DEF 有些好像会出现TRI 还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不要DEF的话 你底下可以去说 我 我不要DEF Enter 他会帮你把DEF DEF是把它写成Function 然后呢 TRI的话 他会去先TRI catch 就是说会例外处理一下 如果那两个都不要的话 你就可以叙述 请我不要 有没有 DEF 和TRI Enter 他得到的版本就会像我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我试过好多好多次 有的时候会有 有的时候没有 有没有 我刚刚本来要试落 他有DEF 我会叙述一下 我不要DEF Enter 他DEF拿掉 所以如果假设 你们出现的程式码 跟我这个不一样的话 没关系 你底下可以再叙述一下 请他怎么样 再帮你修正 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方法 你让他重跑也可以 重跑怎么跑 这个程式 如果你说这个问题 那个下面的答案不正确 或者不是你要的 很简单 你就在你刚刚的问题这个地方 游标停在这边 你会发现前面会多出一支笔 有没有 那这些笔的话呢 其实不是装饰的 他是可以让你重新再编辑你的这个问题 OK 比如说你刚刚少写什么 比如说 如果假设你 你只是要重新让这个产生一个新的 你直接传送就可以了 他会重新再给你一个新的版本 我按一下传送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不满意 他会重新再跑 有没有 第二次就出现DEF的版本 对OK 所以有 这个上面的这个很好用 编辑讯息 也就是说你第一次跑 你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再编辑他一下 有没有 然后呢 再直接跑一下 他就会直接给你一个新的 OK 所以这个 而且这个不是说 一定要是Plus的版本才有 这个是每个版本都有 OK 所以 你现在不满意 多跑几次就好了 跑到你满意为止 因为我觉得AI 真的有时候 现在可能刚推出来 没办法一次就完美 OK 所以怎么办 没关系 你多跑个几次 另外的话 他这边好像也会把旧的跟新的保留 有没有发现 你只要重新编辑过 下方会出现有一个箭头 第一次跟第二次比较一下 有没有 所以他等于是会 在讯息里面再切页 切很多页 OK 好 那底下的这个一样 所以你说老师 那有没有不一样 好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复制一下 第二个版本 你们试试看 如果你版本不一样 那你说第二个版本怎么办 没关系啦 你如果要保留旧的 你就可以再开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把上面的注写 刷掉 然后再贴上 再执行 那结果又不一样 请输入年龄 一样我说15岁 Enter 未成年 再输入20岁 好像也会是一样的 OK 输入错 这边 Enter 基本上没有不一样 那你会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这个没有不一样 他干嘛写两个版本 那其实理论上 假如你要的需求很简单 你根本不需要写成DF 这个我把它放 如果你要把这个画面放 因为你说老师 那自拍一下怎么办 很简单 请你记得快速键 叫Ctrl加 Ctrl加号的话 加减乘数加 如果笔电可能要多一个 Ctrl Shift 再一个加号 看一下 Ctrl Shift加 Ctrl加 我看到Ctrl加 Ctrl加就可以了 不用加Shift 然后Ctrl-的话 那就缩小 这个跟Photoshop一模一样 其实很多软体也一样 一个月十也是一样 Ctrl加 Ctrl- 这个快速键一定要记得